多谢一位很特别的人 如果你在以前看过我的show 可能你都听过我多谢这一位人 这个是一个我的前辈 也都是长辈 他今年是 死了不知道他介不介意 是不介意的 他是我们文化界的前辈 六厘女士 如果你没听过他的名字 那他和我的渊源是什么 小弟1990年做了第一个动督少 他是由那时候 是原本没什么人认识我的 因为他是在报纸写专栏各样 他是狂写 你们我想你没人看过一个报纸专栏 是可以写一个人写十几二十日的 是报纸是不让你这么做的 他是不管的 他是狂写 他是用自己份人工 用自己老公份人工去请人来看 当他是说买十几二十张票 买到自己没钱 这样去请人来看 对我非常之外户 六厘女士 大家给了掌声 我这几晚讲一些 很多时候大家觉得我很感触 我想告诉大家 不是因为我落难什么问题 而是 那些帮我的人是没必要帮 就是人 有些赤子之心的人 陆尼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指标 他是对上至天文地理宇宙下至家是国是天下是 样样是关怀 样样是担心 样样是都投入 香港的史奴比是他带进来给大家认识的 杜鲁福法国的导演 又是他带进来香港 某程度王子华都是他带给香港认识的 而我更加有一件事 多谢他 他跟很多观众不同 很多观众 譬如有些人说 王子华 不讲政治 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 此人 六厘是反过的 六厘是说 不行了 他一次给了一个message 他说 阿子华 你不行了 时间不够 你快点要讲一下 宇宙无耻无中 这个命题 你要讲到好笑 好笑到哭好笑到哭 才行 我连这个题目都不是很明白 宇宙无耻无中 怎么讲笑呢 但是就证明 他对我的期望 是多么高 我亦都可以 趁这个机会跟大家讲 是有点可惜 我们香港人也好 中国人的命运也好 我常觉得 很多题目 世界上大概分为三种题目 天 地 人 但是作为中国人或者香港人 我们永远只能够锁在 这个地上 我们想探讨一下人性 很难 因为大家已经觉得 跟车太开了 我们还想探讨一下天 想探讨一下那些东西 大家觉得距离太遥远 我这一剎那 真的没有想过 复出 没有想过 但是如果有机会复出 我也希望可以接触一下天 接触一下人 可以我们一起 往一个更大的空间走一走 今天 多谢陆尼 我原本其实真的想了一个 类似宇宙终极的笑话 想说你听的陆尼 但我怕可能只有你欣赏 闷着其他很多人 我找一次私底下跟你说 真的不介意 你不要拍门啊 不是啊 因为不是很好笑啊 你都不要紧要啊 我们就说一个 譬如 譬如 所谓 我认为 一个方向 也挺好啊 说个不好笑的 大家不要当笑话 宇宙无耻无中 宇宙无耻 这个是真相来的 和人的无耻是不同的 宇宙是无耻 因为宇宙没有道德感的 所以亦都无中的 是无中间分的 宇宙 因为 现在有一套理论 宇宙是什么来的呢 宇宙那个最基本的原理 就是将它的能量 尽量发散开去 就是尽量用消散了它的能量 那怎样可以最快地 消散了宇宙的能量呢 不是透过混乱 是透过有组织 而在宇宙这个世界里面 什么是最有组织 就是人 是不是已经很难明白了 我解释给大家听 为什么透过人 你可以最快解散的能量呢 譬如我想一下 一个很大的国家 你不是很理会的国家 有些人自己生活 可能这十个人 不会打过那十个人 但是因为你有一个组织 有一个国家很强大 你就会有一百万人 打二百万人 你明白吗 就会死得更残酷 死得更壮烈 就是越有组织的东西 你就越可能分散得 越快 消磨得 越干净 所以这个牵涉到 人类当每一次 你以为自己 正了 我认为对 你越肯定那件事 你以为越坚实 其实它的破坏力 也可能越大 真的不是很好笑 但是他就是想我说 类似这些东西 发挥下去 我应该给多两年 我就可以想到它很好笑 对不对 谢谢大家